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去拿完有两个地方非常热闹 SNC车都特别的多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立法院 因为准备明天就要倒个投票了 所以今天备战很多记者去访问 另外一个SNC车特别多的就是今天上午的台北荣总 据说我们的同事今天上午去看病 花了半个小时才走进大门里头 你看人有多少 就是因为阿扁总统从桃园转转到台北荣总 就算心中有很多的不愿意 但今天他人就是到了北荣 那么我们看得出来 阿扁总统依旧是人气非常的旺 不得如何 现场有很多大批的知识贬迷 那么据我们了解 今天去看诊的荣民贝贝 也好像变多了 轮椅上挂着尿袋 陈前总统在借户之下在荣总进行检查 他面无表情 相较于一旁人 穿着短袖 他不只穿了袜子 身上还盖了两条大棉被 而几个小时之前 穿着后外套的陈前总统 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 六点多由鼠桃出发 大约七点半在警力的借户之下 经由员工车道低调抵达 一群守在大厅的支持者和老荣民 狭路相逢 对于陈信宇转述 父亲听到要转往北荣 血压立刻飙到150 担心会早死 陈之中加码通骂北间选荣总 根本不尊重人 所以我的父亲也非常明确的表达 第一他希望可以转到南部的医学中心 方便家人究竟的照顾 其次如果虚留在北部 那马街医院及台大医院是他的一个选项 我们也问了陈水扁先生 他的医院 当然他希望的是到马街医院 陈志忠先生 也跟他商谈 认为这个长根医院 这个台大医院跟荣总医院 三间医院他都能接受 北间解释常跟你没有相关仪器回绝 台大担心介護打扰病人婉拒 至于马街说仪器只有教学用过 没有临床经验 只有荣总有善意的回应 加上前往探点过的郭震点 医师也在荣总才会拍板定案 之前曾经立创保外就医的郝龙斌 要不要来荣总探病 你会去看他吗 我刚才强调了 我会要求我们相关单位 做好维安跟照顾工作 基本上我们两个的想法上 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他也支持吗 总统也有把他的想法 清楚地跟我来说明过 我也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我想现在这是一个好的发展 郝龙斌讲话让人有听没有懂 高来高去之间 陈前总统的就医之路 未来恐怕会政治味弥漫 一电视综合报道 陈信玉说 当爸爸知道要转诊到 台北荣总的时候 他的血压立刻飙到了150 其实据说今天 现场的荣民卑卑们 他们的血压 看到阿扁之后 也都飙高了 陈信玉说 因为荣总的医生 不喜欢阿扁 都希望他早点死 所以扁家不希望 转诊到北荣 有这么严重吗 还是说扁家 现在都好像 很多事情都有被迫害妄想症 我们今天就来 好好讨论一下了 为您介绍 今天要请到来宾 包括了立法委员 叶宜金 叶委员 前立委刘温雄 以及制作人 沈玉琳 大家好 今天我们也特别 请到两位 今天上午也曾经到了 北荣去 然后他们本身也经常 在台北荣总 看病的两位 荣民伯伯 一位是秋伯伯 另外一位是刘伯伯 欢迎两位 现在心情还好吧 血压没有很高吧 没有很高 有平静一点 平静一点 好吗 中文字幕作词 李宗盛